毒液作为蜘蛛侠毕生的宿敌 恐怖的外表下内心又是一个胆小的憨憨 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红色屠杀 更是吓得描损了回去 而作为共生体之神的红色屠杀 他还是毒液的儿子 一次意外寄生在了丧彪的身上 丧彪是一个臭名远昭的杀人狂魔 从小就杀人无数 后来被丢进了孤儿院 院是了一个变种人 能够发出狂暴声音的尖叫 至此两人相亲相爱 更是在一起作恶多端 不久之后 女孩尖叫被警方关押在了一个神秘研究机构 而丧彪也被警方抓了起来 但由于一直没有找到他杀人的尸体 始终无法将他判处死刑 直到这天 丧彪答应警方可以将所有作案细节交代出来 但却要求只能告诉一名叫艾迪的记者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找到艾迪前来协助 但当他听到对方是一个杀人狂魔使 就立马耸了不敢过去 这时他体内的毒液又突然冒了出来 试图吃掉前面警长的脑瓜 好在被艾迪及时阻止了 将他带到了厕所里 毒液嘲讽艾迪这个胆小鬼 最后在毒液的刺激下 艾迪还是答应会议会这个杀人狂魔 进入牢房后 丧彪告诉艾迪 若想知道更多作案细节 但必须在报纸上刊登一篇情诗 其实这是丧彪试图通过情诗暗影 联系到失踪的女友尖叫 艾迪也没多想着到底有什么特别 就答应了丧彪的诉求 而就在离开之际 他们发现墙壁似乎雕刻着什么东西 毒液让他多看一眼 回去后 艾迪开始琢磨丧彪牢房的图案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于是在毒液的帮助下 不自主地在纸上快速作画 没几秒就将牢房墙壁上的画复制了下来 随后又拿出一张薄膜 在毒液的控制下 勾勒出一幅风景画 然后他再通过网络搜索 将薄膜山上的图片一笔 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地方 锁定了杀人狂魔丧彪这些年的藏尸之地 在铁证面前 丧彪被判处死刑 电视台更是纷纷报道此事 而艾迪也因此成为了电视台一哥 不仅如此 毒液也成了艾迪的生活好帮手 手脚忙乱地给艾迪煎个鸡蛋 准备个丰盛早餐都不在话下 但毒液的脾气也很大 眼看自己帮了艾迪这么大的忙 就闹着要吃活物的脑瓜子补充本颜案 不想再天天只吃巧克力和鸡 生气地抱起轮胎就砍了起来 艾迪却让他先吃鸡缓一缓 但毒液与家里两只小鸡的长时间相处 已经舍不得下口 而且这小玩意也已经吃腻了 说着就跟艾迪发起了脾气 但艾迪告诉毒液 现在我们要低调行事 伯伯乐一直在调查之前失踪的那些人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我们就会被抓起做实验 但毒液就是不听 开始跟艾迪搗蛋 无奈之下 艾迪只好带着毒液去楼下超市寻找食物 本想的先用巧克力安抚一下他 结果陈太太却说也没有了 这可把毒液气坏了 发起脾气还要吃掉陈太太 无奈之下 艾迪只能带毒液去远处 悄悄吃几只鸡节检查了 饱餐一顿后 还不忘吐槽一顿 而就在第二天 艾迪就突然收到来自丧彪的一封信 再次邀请艾迪进行独家采访 想着又可以成为头条 就再次进入了牢房 狱警还提醒他 现在丧彪很危险 千万别靠近他太近 丧彪却不断挑衅刺激艾迪 结果他体内的毒液一时没忍住 竟直接出手扭打丧彪 却一个不注意被丧彪抓住手臂咬住 好在狱警及时赶来 将两人给拉扯开了 但此时丧彪却突然发现 艾迪身上的血液有些不对劲 他将血液在口中抹了一下 却发现这东西居然有生命克征 最后静一口吞了下去 没多久 丧彪就被执行了注射死刑 可就在这时 他的身体突然发生变异 无数红色触角从他体内冒了出来 吓得众人落荒而逃 一声爆炸过后 一个巨大怪物突然冒了出来 他就是毒液的儿子 红色屠杀 不过他也有着与毒液相同的特性 害怕高频的声音 这时几个狱警连忙赶来向其发起攻击 但这对他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随后他开始在监狱里面四处破坏 疯狂的屠杀狱警 将被关押的所有犯人都释放了出来 犯人还为此欢呼雀韵 可下一秒 屠杀就狮子大开口 幻化成一阵龙卷风 将监狱内的所有人都干掉了 好好地饱餐了一顿 随后他又找到女友尖叫被关押的地方 只见他伸出无数触手 将关押他的牢笼死死包裹中 然后牢固的防弹玻璃就被捏碎了 几名武装人员本还想过来捶击 结果直接隐恨西北 随后两人便逃出了研究所 与此同时 艾迪因为毒液在牢房的冲动 两人再次发生争吵 毒液更是嘲讽艾迪 要不是自己 你哪来的这些成就 于是两人再次大打出手 毒液一头撞向艾迪 然后却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还没说完 毒液又朝着艾迪撞了上去 于是毒液与宿主艾迪居然撕打了一起 又像是自己打自己 而毒液更是肆无忌惮地在房间里搞破坏 家里的东西更是被砸得稀巴烂 甚至举起艾迪最珍贵的电视机就要扔下去 艾迪则立马举起毒液的好朋友伞机 结果毒液二话不说 还真的就把艾迪的电视机扔了下去 这可把他气坏了 艾迪拿起头盔向毒液砸去 结果被毒液举到天花板 不料艾迪直接打开烟雾暴警器 刺耳的声音让毒液从艾迪身体里分离了出来 直接附身到一个流浪汉身上 结果毒液仍不肯善罢甘休 直接把艾迪心爱的小摩托砸碎了 临走时还给毒液做了一个国际手势 这让艾迪的世界也安静了许多 本以为终于不用再忍受毒液的过躁 但失去艾迪的毒液 以为获得了自由 才能维持身体的困难 最后虚弱地瘫倒在了陈太太的便利店里 与此同时 丧彪与尖叫正在城市里大肆破坏 艾迪得知后 想让毒液回来 但苦于脸面自己不好意思去寻找 最后让安妮找到了陈太太这里 毒液还耍起脾气 就是不肯跟安妮走 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于是安妮对毒液开启一番猛话 毒液听后很是沾沾自喜 随后便附身到了安妮身上 并与艾迪进行了汇服 但毒液就是不肯附身到艾迪身上 非要艾迪给自己道歉 为了尽快铲除屠杀 艾迪只好向毒液道歉 于是安妮与艾迪当着她未婚夫的面拥抱了起来 随后毒液转移到了艾迪身上 临走时还不忘抽了安妮未婚夫两个大嘴巴子 随后艾迪开始去寻找屠杀的踪迹 可就在这时 医生却打来电话 他说安妮被丧彪给绑走了 原来丧彪和尖教正准备在教堂举行一场世纪婚礼 而抓住安妮 就是试图吸引毒液的钱来吃掉她 而就在这时 毒液气势汹汹地撞开教堂大门 可当看到敌人是自己的儿子红色屠杀时 瞬间秒耸了 艾迪瞬间无语了 毒液解释道 红色代表危险 肯定打不过 就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我们赶紧跑吧 无奈之下 艾迪告诉毒液 如果战胜他 坏人随便你吃 毒液这下才重新变了回来 一场共生体父子大战即将展开 不料这时尖叫突然在一旁发出声波 直接把屠杀差点半飞了 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屠杀一气之下将尖叫打到了一边 接着屠杀发出一声吼叫 只见屠杀向毒液射出无数真词 毒液灵活走位快速躲闪地向前冲去 屠杀又划出刀刃 但好在被毒液灵活躲开 随后毒液冲上前去 双方展开近身活动 起初毒液还占据上风死死压住屠杀 不料又被屠杀一拳踹开 随后毒液抓住时机将屠杀一把甩飞 然后使劲拽住他的肠 再掐住屠杀的脖子狠狠地摔在地上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屠杀 一个大长臂刺向毒液身体将其甩到一边 再向其发射出无数真词 被狠狠地困在了墙壁上 随后屠杀抓住教堂里的牧师 一口吃下了其脑瓜子饱餐了一顿 其能量更是得到提升 手掌变化出无数真词词像毒液比 而毒液更是像是肯香肠式的撕咬屠杀 随后一脚直接将其踹飞 接着医生在上方向下 是放出火焰浇灌屠杀 但这根本对屠杀造成不了太大伤害 反倒惹怒了屠杀 反手将医生给抓住了 眼看就要被屠杀吃掉 危急时刻 毒液及时赶来从背后抓住了屠杀 随后双方又展开了激烈战斗 毒液更是拽着他转圈圈 将其甩到一边后 接着屠杀变化出更多触角 猛烈地撞向毒液 将其打倒在地变为圆形 随后屠杀也变了回去 拿起大铁锤直接打断了艾迪的大斗 他要让艾迪亲眼看到 心爱的安妮如何隐恨西北 只见屠杀将安妮抓到半空中 而毒液则被掉落下来的石头砸中无法动弹 结果屠杀却意外地试图 要把丧彪的女友尖叫 也要一同杀掉 丧彪试图摆脱屠杀的控制 来阻止她的行为 这让艾迪也发现了失机 只见毒液奋力从石头堆里爬了出来 快速飞跃到高处 拿起钢管 直接朝着屠杀的脑瓜子插去 并成功救下了安妮 结果这时 屠杀又突然从背后袭击了毒液 狠狠地刺向她的背部 并将其扔了下去 安妮也随之掉落 虽然毒液在最后拉住了安妮 不料这时屠杀在背后不断向其发起攻击 但毒液仍不肯松手 好在最后安全将安妮救下 而此时的毒液已经身负重伤 面对强大的屠杀已经无能为力 眼看就要隐恨西北 这时毒液发现背后的尖叫 于是他心生一计 将尖叫甩到大钟旁边 受到刺激的尖叫发出猛烈的噪音 毒液和屠杀受到惊吓后 纷纷现出原形 两人都从高空坠落在地面 而毒液则快速附身到了艾迪身上 屠杀也正朝丧彪身上跑去 结果被毒液一脚踩了下去 然后美美地保湿了一栋 并将大反派丧彪也吃了下去 而在故事的最后 艾迪悠闲的地躺在一处酒店看着电视 恰巧这时荷兰蒂的蜘蛛侠 正在让奇异博士施展遗忘中 结果导致了多元宇宙相互碰撞 一阵强光过后 艾迪和毒液一同穿越到了 荷兰蒂蜘蛛侠的宇宙世界 此时电视正好播放着 蜘蛛侠真实身份的报道 而在《蜘蛛侠三英雄无归》中 艾迪正了解着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 准备去会议会蜘蛛侠时 艾迪又被传送了回去 但却留下了一滴毒液 而这也意味着 毒液将再次与漫威宇宙的蜘蛛侠相遇了 关注时说隐漫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